推议国评报生涯最新选择 32岁刘诗文最新恋情曝光 马龙刘国梁祝福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九 国评主力依然奋战在国际赛场的一线 而值得一提的是 现役运动员刘诗文 2021年在冬奥运会之后 就逐渐淡出了赛场 可是刘诗文却不能像丁宁一样 直接宣布推议 变身为大学老师 刘诗文身兼国评重任 在刘国梁的扶持下 担任了国际拼连运动委员会的主席 那运动员的身份还必须要保持 所以他只能暂时选择不推议 过去两年 刘诗文也没有太多比赛的机会 所以一度也让刘诗文 对于职业生涯产生了迷茫感 直到今年下半年 为了给年轻球员腾出位置 刘诗文是做出了生涯的最新选择 那就是从省对推议 推议后的刘诗文 成为体育局的一名普通职工 年薪大概也只有15到18万左右 对于刘诗文来说 也终于是做出了抉择 而对于他来讲 没有了为国争光的中任 32岁的年龄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今日刘诗文的最新恋情 也似乎是被曝光 根据爆料 刘诗文在国拼成长时期 和张继克的恋情终结 推议后依然是不会再有交集 大家都催婚刘诗文 刘诗文的生活重心 也逐渐有比赛 转为日程工作 也有时间去谈人生大事了 此前刘诗文一直表示的 都是抗拒的心态 现如今根据爆料 刘诗文也终于吐口 表示喜欢像邓超一样的人 阳光风趣幽默 可见在心态上 他已经有了最新的打算 我们也期待刘诗文 能够找到第一项对象 也能在新的事业方面 有更多的收获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